Hello 各位好,我們又回到惡狼遊戲 史不宴遲,我們繼續惡狼遊戲劇情 今次是第二集 好,首先我們先看看自己的一些簡介 自己的名字叫雙月 後面的名字我們不翻譯了,因為是日文 所以就這樣叫雙月 年齡就是20歲 30都不用特別看了 這個新高167cm 派一個非常普通的大學生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懦弱 有一點點陰暗 沒有什麼自信 這個遊戲的主人公 好 好,這位雙月主角就說 剛才的確是跟某個人在聊天 跟那個女生 剛才的聲音究竟是哪位 或者是什麼聲音來的呢 好,啊 總之怎樣說,怎樣也好 從這裏快點出去 我呢,就向著這個門把拉上拉 卡扯卡扯 那這個聲音就代表著 門已經鎖上了 OK COLEP 好,那在門那裏可以看到有些什麼寫在上面 嗯... 這個...有明亮光的那個位置就是... 哎喲...為什麼又會... 我們回到這個位置了 它就寫明亮的地方就有這個房間的鎖匙在這裡 明亮的地方 最光的地方就會有鎖匙在這裡 好啦...這個商宇就說這間房間裡面最光的地方究竟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先探索一下 這麼快就要探索了 OKOK,快點進入下一個了 因為我每次都要在這裡按 什麼來的? 嗯...探索進行的方式 什麼來的? 按一按它,然後就會自動使用 OK 這裡 嗯?那個電燈看來有什麼在這裡 咦?這個是鎖匙? 既然在燈上面看到這個鎖匙 為什麼會在上面呢?究竟... 原來是這樣 那個門就寫著最光的地方就有這個房間 出去這間房間的一個鎖匙 最光的地方就是這個電燈膽 好,YOS! 好,快點打開這個門 OK 好,開啟 這個門開了 這裡呢...這樣就可以出去外面了 那我就快點把門打開了 終於開到了 Cocova這裡是... 啊! 終於出來了,好 那... 在那裡就有... 在那裡就有一個房間比剛才那間更大 而且呢...還有幾個人... 類...有幾個人在那裡 OMG 好了,我們又回來了 那我就轉了另一個模擬器 就試一下會不會再彈 如果再彈的話就... 有點麻煩了 OK 這裡是什麼呢? 下個... GO 好,這裡呢...它就說最光的地方 那我們當然就直接按這裡 咦 哇,還有按提示 好,這裡呢...因為我們已經玩過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飛光了 好,開了它 好啦,我們呢...終於來到啦 好 你都是被不知道哪一個人帶來這裡的? 好,這個呢...高先生 那我就回答是呀,是呀 好 好,就是說呢...我們呢... 全部人呢...都是同一個狀況 這個新村的人就說了這一句啦 Adoidai 究竟呢...發生什麼事啊? 呃...都說了... 我們呢...完全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這個神木就這麼說啦 等大家呢...醒來的時候呢... 大家都已經在這裡了,這個飯田啊 哦,原來是這樣啊 雙月啊...主角就這麼說了 這個不太清楚啊,這個... 不清楚啊... 咦,這個是新角色啦 阿邵琦啊,阿梳妮 咦,那...那裡呢...有一間呢... 還沒開的門在那裡啦 對啦,還是山... 即是封閉的門在那裡 嗯... 難道呢,那裡呢...就是會有... 將我們召集起來的犯人會 會在那間...那個門裡出來 我猜啦,這一句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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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不太清楚啊... 這個... 這個人究竟在說什麼啊? 他就說... 開啦,開出來了... 究竟是什麼事呢? 啊...終於開出來了... 竟然是米森啊...這個... 啊... 終於來了... 你就是呢... 將我們召集起來的犯人是嗎? 嗯... 他簡直八癡... 咦? 赤村這個都是新人來的... 唉... 終於打開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啊? 這裡是... 這裡... 哪裡來的? 難道你就是將我們帶來的犯人? 咦? 我突然不是很清楚... 突然... 不明白你說什麼啊... 我就說... 看來呢... 你呢... 都是被人帶過來的... 這裡... 這個小狐會就跟這個赤村這樣說啦... 呃... 都是的... 咦? 你們是哪一位啊? 你們是... 好遺憾啊... 我們呢... 全部呢... 都是同一個狀況來的... 現在暫時來說... 唉呀... 是... 很好的女生啊... 咦? 咦? 哈哈... 哈哈... 好啦... 首先呢... 她就說... 先不... 對於這個狀況呢... 就不要理住啊... 也都不想理啊... 總之呢... 就想... 跟她一起喝個茶和這個女生... 我捉了... 這個女生... 好... 赤村27歲啊... 嘩...好大個啊... 身高181.7米啊... 大手證券會社... 我想應該是屬於金融行業嘛... 一些... 一些公司啦... 對於女性來說呢... 非常紳士... OK... 沒什麼特別啊... 總之知道呢... 她是對一些... 一些女性就... 很好啦... 那些呢... 不知廉恥的發言啊... 她就說... 哎呀... 這裡呢... 也有個可愛的女孩子這樣說... 她就說... 喂喂喂... 這個呢... 非常有緊急狀態啊... 你呢... 完全沒有任何緊張感啊... 你... 啊... 緊急事... 什麼狀態啊... 是啊... 這裡呢... 這個永井啊... 這裡呢... 所有人呢... 都在不知道什麼情況下... 被人帶來的... 真是假的... 呃... 話說回來... 究竟是什麼狀況呢... 現在是... 好... 終於有了... 咦...沒有彈機啊... 看來是那個模擬器... 可能有一點點問題啊... 對於某些遊戲... 好... 呃... 這個不知道啊... 這個是一些術語來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 這些字... 好有趣的房間呢... 這是... 好大喔... 看來呢... 都幾有趣啊... 這間房間... 是吧... 海棠... 這是... TVB的番組... 什麼叫番組啊... 不知道什麼電視的... 電視的東西啊... 又來一個簡介了... 這個海棠... 就是... 呂變護士... 呂變護士... 就是... 變護士... 律師... 律師啦... 非常出... 呂...什麼... 大人色氣的女性啊... 哈哈... OK... 咳... 難易度高... 好... 現在好像在聊一些家常的... 家常的閒話啦... 不知道聊一些電視的內容啊... OK... 咦... 這個高三在寫日記啊... 他寫... 2月22日... 我就被人帶來了一個... 奇怪的建築物啊... 他在寫日記啊... 咦... 你在做什麼啊... 啊... 這個啊... 不是啊... 他在說話... 不是寫日記啊... 不好意思... 這個... 他呢... 把這個... 嗯... 把自己今天發生的事... 就... 錄下來... 用一支錄音筆去錄下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主角就這麼問啊... 因為呢... 我是記者來的... OK... 那麼... 高三25歲162C... 那麼... 大手周刊的記者... 那麼... 什麼啊... 一個... 很明朗的性格... 嗯... OK... 沒什麼特別啦... 哦... 職業病啊... 職業病... 職業病啊... 經常會把一些在意的地方錄音... 嗯... 當然啦... 我會把你們的對話也有錄音的... 這個高先生就這麼說啦... 這句應該是解... 日常生活呢... 有一些東西呢... 就不小心skip了的話... 大家都不知道會不會的... 就是... 大家都... 不知道會不會有日常生活的一些重點... 就skip了... 隱藏了之類... 哦... 對於這個呢... 工作都很熱心啊... 他就說... 很難... 其實他有些人物呢... 說的東西特別難... 因為呢... 他很多... 很多一些的... 片架... 片架... 兩扣... 這個女生呢... 就說呢... 很想快點回家... 18歲... 樓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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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歲... 一四六CM... 生意... 生意氣... Game... Daiski少年... 對... 那麼... 喜歡打遊戲啦... 沒什麼特別啦... 喜歡打遊戲的人啦... 跟一些呢... 那麼奇怪... 而且... 跟一些那麼奇怪的人一起的話呢... 有些... 不喜歡和恐怖的... 他就說... 阿加斯就是一些... 奇怪啦... 奇怪... 嗯... 他就說呢... 奇怪的人都很多的... 哈哈... 首先... 各位呢... 穿著白色衣服的人呢... 是... 什麼... 暗醫者... 暗醫者... 應該是... 地下黑暗醫生... 還是什麼呢... OK... 這個... 我是做這個... 黑...黑醫生... 是嗎... 嗯... 我看到... 你呢... 你的眼睛... 不是一個普通的... 醫生... 總覺得呢... 有些... 糟糕的... 一些... 他就說呢... 他是一個正當的醫生來的... 這個米森就說... OK... 那米森33歲... 啊... 精神火醫生... 沒什麼特別... 都是... 可能...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簡介... 有些... 有些提示出來呢... 不過我們不管... 因為我都看不明白... 哈哈... 要抑啊... 那些簡介的話... 嗯... 不清楚... 我說他... 這個人已經開始幫人改花名了... 已經是吧... 哈哈... 幫人改花名了... 好... 小公... 27歲... 內向的人士... 穿著制服... 那... 其實... 原來他已經27歲了... 好... 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 貓... 我這個... 說這個... 神服... 他... 應該是... 年輕人... 不要... 他還說... 稍微... 沉默一下... 還是怎樣... 身穿IT系的青年... 身穿IT系的青年... 這樣就會把這個手提電腦的PC抱在身上... 非常之頭腦... 非常之好啊... 頭腦... 不喜歡... 拜託人... 這個就簡單啦... 這個簡介... 還有他... 這個劇情... 我就... 大部份應該都要翻譯了... 就是... 用... 剪片後製再翻譯給大家... 因為... 看不明白太多了... 現在我... 好... 暫時這集就先玩到這裡啦... 等我們下集再繼續這個... 惡狼遊戲... another... 就這樣啦... 拜拜...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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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